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婚宴请客奖排唱 后餐标准浪费多 朋友聚会要面子 点菜浪费不打包 金云新闻矩阵 网络热点视频 十二连报道 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聚焦热点 关注民生 观众朋友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连报道 今天是五月二十九号星期一 来看详细内容 连日来 天津各区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移交的信访举报问题 立改 真改 彻底改 全面提升城市环境 南开区白地路上一家烧烤店 由于油烟排放不达标 被居民举报 南开区环保局 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移交的举报问题后 则令其立即整改 假期里 检察组再次来到这里 回访整改情况 原来我们是用碳烤的炉的 碳烤的炉的烟太大了 然后我们现在全部改成店的了 针对区内餐饮企业较多 居民集中举报 反应油烟扰民的问题 南开区对被举报餐馆 进行了地毯式检查 同时还加大 对工地扬尘的治理力度 区内天拖地块 在施工过程中地面裸露 接到举报件后 区环保 环卫 市容等部门 第一时间对裸露地面 进行了扇盖并加大清扫力度 我们夜间假象水洗 我们马上有水测 白天的时候为了降撑 就是假象洗露测的 洗露瓶湿 我们转门预备一辆 小个儿的一条碰水测 来这儿就是降撑 为了严控阳尘源头 南开区将大型建筑工地 全部接入视频监控和阳尘监测系统 对污染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 目前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南开区 转办了318个信访举报问题 已完成整改258个 其余已明确责任人 整改方案及整改实现 一般问题做到三日半截 疑难问题七日内半截 坚决做到不整改到位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推诿扯逼 严肃问责 倒逼责任落实 记者从铁路部门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 6月1号起 京津城纪延长线将实行公交化票价 优惠后的天津站至瑜伽铺站的 二等座票价为12元 5.85折 其他各站 天津站 军粮城北站 唐姑站 瑜伽铺站间的动车组列车 各席别票价 统一实行5.85折优惠 旅客使用京津城纪同城优惠卡购票时 既可享受同城卡折扣 又可享受延长线优惠 以北京南至瑜伽铺二等座 9.5折银卡为例 优惠后票价为63.5元 等于北京南至天津 使用同城卡折扣后票价51.5元 与天津至瑜伽铺优惠后票价12元相加之合 其他站间优惠后票价包含一等座 以此类推 通过其他购票渠道时 票价计算以北京南至瑜伽铺二等座为例 优惠后票价66.5元 等于北京南至天津执行票价54.5元 与天津至瑜伽铺优惠后票价12元相加之合 其他站间各席别 优惠后票价以此类推 书香中国诗意端午 小长假期间端午诗会在京举行 以朗诵银勇等形式纪念屈原 弘扬爱国精神 由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 天津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南开区文明办等单位 共同举办的 端午诗会在南开文化工举办 表演者是来自 京畿记三地的近百名诗歌爱好者 中国著名朗诵家张家生 诗人洪竹 屈原后裔屈金星等出席诗会 并现场朗诵 此次诗会以一首天津印象开篇 凸显天津文化特色 精神啊 这个境界 就是得到了一种 又得到了一种启发 然后感觉我们那个 古典诗词的大美 诗会中还突出屈原的爱国情怀 由著名诗人吟诵的 一声叹息至屈原 带大家重温古人的激情与抱负 歌伴舞吟唱《黎骚》 举手投足间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传递出对祖国的热爱 每年的端午节啊 我都要去屈原的故里 和他头江的米罗江 沿着他流放的路线呢 进行诗歌的万里长征 来唤醒大家对我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 对屈原精神和爱国精神的 弘扬 端午假期 在京的留学生和藏族学生们 在学校的安排下 品纵香学文化 在南开大学 来自美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 20个国家的近百名留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 包粽子做香囊 编采线 这些端午节的中国传统习俗 让这些洋学生饶有兴趣 学生们不仅能亲手 做一件纪念品 还对端午节有了更深的认识 真的我尝一尝了 这个昨晚的 我真的好吃 就是很有意思的 很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样我很理解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这个习惯 习俗 假期里 河北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来到洪光中学 陪藏族班的孩子们 一同过节 他们为孩子们 讲解了端午的来历 习俗 孩子们还亲手尝试包粽子 路漫漫 其修远兴 无将上下而求舍 我觉得这个名言 在以后 未来的成长道路上 可以永远记地走 我们专门 就是针对端午节的 相关的传统的文化知识 开展一个特色的教育 让孩子们 在娱乐的过程当中 能够了解中国 的传统文化 能够对中国的这个传承 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端午假期 天津的文化场馆里 也开展文化体验活动 传播端午文化 在天津博物馆开展的 吉祥文士 惠龙舟活动中 二十多名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在手工的龙舟上 亲手绘制吉祥图案 回字文 寓意富贵不断头 云文寓意事事顺意 如意高升 葫芦则寓意 福禄绵长之意 这些取自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传统文士的深厚含义 让小朋友和家长们 受益良多 这个是海水纹 因为龙舟本来是海里的 水里的 所以画海水纹 这个是云如意纹 底下就是一个如意状 以前看到龙舟都觉得挺漂亮 但还是真的没有这么仔细看过 上面的这个花纹和图示 那么这个国家的传统节日 还是要讲究这个文化的传承 当午假期 天津博物馆还将开展馆藏文室 踏印文膳 传统小吃美术作品展等活动 当午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吃粽子和小长假 其实啊 除了这些老天津味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民俗讲究 民国时期天津诗人冯文巡 在秉吟天津竹之词一书中描述 门悬普爱 是端阳 九子盘堆 脚鼠香 更为儿童必崇矣 鹅间王子 抹雄黄 说的就是端午习俗 说到端午 不能不提的就是赛龙舟 据考证金门的龙舟进度 始自清朝乾隆年间 当时在望海楼附近的 旧三叉河口 百葛蒸柳 古生震天 海河两岸的观看者达数万人 天津传统的端午习俗中 插艾草是重要的一项 天津人管艾草叫蒿子 艾有香气 可屈文营 重以净化空气 与插艾草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挂葫芦 一种是在红纸上刻上或画上葫芦 一种就是挂上真葫芦 葫芦里还会放上花椒 用香味辟邪驱虫 老天津味除了吃粽子 还会吃五毒饼 但是目前几乎绝技 五毒饼源于玫瑰饼 是用模子刻好后蒸好出来的 上面刻有五种毒物的图案 旧石端午 老天津人常用九子传牌来摆放粽子 也就是嚼鼠 不同的食物放在盒中 叫做传盒 有河家团圆风衣足持的寓意 老天津味还有配香囊 喝熊黄酒的端午习俗 今天据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 还有九十天 第十三届全运会国际式摔跤项目测试赛 昨天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西新区体校 滨海新区汉谷体校等 九个单位的一百九十多名运动员 分别参加了古典式和自由式 两个摔跤项目的角逐 测试赛对安全保卫 志愿者服务等组织运行进行了检验 按照摔跤项目比赛要求 对摔跤垫的厚度 颜色区域的划分和医疗救护配置等 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 对我们的整个的基础的设备 进行了先用的调试和检验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我们的决赛的办赛的条件 记者了解到 刚刚投入使用的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体育馆 总建筑面积25200平方米 设置固定和活动观众作息 8000多个 全运会国际式摔跤项目比赛 将于9月4号到7号在这里举行 三五假期首日 虽然云量开始增多 但是气温仍然比较高 闷热感明显 不过今天夜间 金城将迎来降雨 气温也将大幅下滑 随着暖气团冬移 昨天我国中东部气温快速上升 包括天津在内的中东部九省市 迎来高温天气 今天开始 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从今天夜间开始到 三十五白天 全市大部分区域都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 全区平均的雨量是在一个一到五毫米 由于受这个冷空气 还有降水以及偏东风的一个共同影响 就今天白天的全市这个最高气温呢 都较前期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考虑市区中南部地区呢 大概是在一个二十五六度 市区的最低气温今天夜间呢 考虑是在一个十八到十九度 明天白天呢 由于降水呢 可能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呢 最高气温跟今天的持平或略有下降 考虑市区在二十五度左右吧 东部地区可能更低一些 是在一个二十三度左右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 本周天津仍以晴道多云天气为主 但冷空气活动较上周频繁 周内降雨大风将相继影响金城 下一节新闻 年海将看到 韩联合参谋本部称 朝鲜金城试设一枚不明飞行物 美国密西西比州枪杀案嫌疑人落榜 警察与嫌疑人交火 儿童家具合格率不足一半 六大电商品牌呈重灾区 买粽子要注意什么 吃不完的粽子又该如何储藏呢 粽子好吃也不要贪嘴 婚宴请客奖排唱 后餐标准浪费多 朋友聚会要面子 点菜浪费不打包 金云新闻举阵网络热点视频 12点报道正在直播 12点关天下 下面一起来快速浏览国际国内的热点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出访法国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举行会晤 共同纪念法俄建立外交关系300年 英国定于6月8号举行议会选举 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结果显示 马车斯特恐袭发生后 首相特雷沙梅的支持率急转直下 恐无法实现此前预想的压倒性胜利 截止到28号下午1点 菲律宾马拉维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 共有61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军警方面共有20人牺牲 斯里兰卡官员28号表示 因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已造成151人死亡 111人失踪 近日在意大利举行的 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 提及东海南海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表示 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 对七国集团峰会声明 假借国际法明义 对东海和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表示强烈不满 近日网上有消息称 12306将从6月起 用户只能为自己购买车票 12306全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回应 未接到类似通知 一个注册账户 仍然可以一次同时 为常用联系人中的5人购票 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显示 昨天全国共接待游客 305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 据韩联社消息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称 朝鲜当天凌晨在江源道原山一带 试设一枚不明飞行物 联餐方面表示 知情后立刻向总统文在寅汇报 文在寅指示 于上午7时30分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常任委员会会议 另据朝中社28号报道 朝鲜日前进行了新型防空拦截 制导武器系统的试设 报道说 试设由朝鲜国防科学院组织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在观看试设后表示 该系统发现和跟踪目标的能力 较去年大为改善 命中精确度也得到提高 克服了去年出现的一些缺点 算是及格了 金正恩指示 要批量生产这一武器系统 在全国形成数从 压制和粉碎敌人的滞空幻想 朝中社去年4月初报道 金正恩指导了新型防空拦截 制导武器系统试设 当地时间27号深夜到28号 美国密西西比州发行 恶性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一夜之间枪杀了8个人 其中包括一名警察 警方已经抓获了这个名叫 威利·格德伯特的枪手 他今年35岁 案底很厚 目前这名嫌疑人被送进了医院 因为在与警方的交火中 他受了枪伤 枪击案当晚 先是有人报警 说有刑迹可疑的人 拒绝离开自己的家 一名警察接警后前往现场 与嫌疑人交火 这名警察和这处住宅中的 三名女性被枪杀 接下来在附近的另外两处住宅中 又先后有两个男孩和一男一女遇害 目前这八名遇害者的身份 还没有公布 至于作案动机 警方也还在进一步调查 有目击者说 第一起枪击发生时 这名嫌疑人自称 在与前妻交涉孩子的归属问题 这时有人报了警 随后就发生了枪击 记者了解到 今年北京引进非北京生员毕业生 将实施总量封顶 较近三年 每年控制在一万名以内的 引进名额将有大幅缩减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介绍 北京引进毕业生工作 要坚持两严控一支持 科学开展引进毕业生工作 要按照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总量封顶 落实人口调控责任 严控成六区引进规模 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 严控北京进线产业 引进毕业生 以往几年 北京引进非北京生员毕业生 也一直以总量控制为原则 但今年提出的总量封顶更严格 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间 每年的引进名额 都控制在一万名以内 今年的数量将在万名基础上 有大幅缩减 具体名额还有待批准 现在很多家长布置孩子的房间时 都会特意选用儿童家具 然而记者发现 目前国内的儿童家具质量量又不齐 近期江苏省治监局 对150批次儿童家具进行监督抽查 结果发现合格率还不足一半 而不合格样品中 52批次是从大型电商平台的品牌旗舰店 或生产企业网店购买 多品牌儿童家具结构安全不合格 检测人员介绍 儿童家具不仅要考虑它的正常使用功能 还要考虑儿童在日常生活和玩耍时 儿童家具可能会对儿童造成身体伤害隐患 经过检测 有6批次儿童家具的边缘和尖端项目不合格 9批次儿童家具的孔及间隙不合格 9批次儿童学习桌翻门翻板项目不合格 同时国家标准还对儿童家具的抽屉 是否装有防拉脱部件 家具自身稳定性能等其他结构安全 做出要求 在进一步的检测中 检测人员发现 一些儿童家具的甲醛和重金属含量超标 检测结果显示 20批次甲醛释放量超标的样品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样品 其中11批次从天猫商城购买 6批次从京东商城购买 3批次从淘宝网购买 端午假期 不少游客和市民乘坐海河游船 品味节日文化 昨天海河游船特意邀请民俗专家 为游客现场讲解端午历史和文化 大家在饱览海河美景的同时 也对端午节的由来 各地的端午风俗等有了深入了解 能知道好多的知识 端午节的知识 观到好多的美景 针对端午小长假客流高峰 海河观光游一日通线路 也由平时每半小时一般调整至每15分钟一次 通票游客可在天津站 易峰区古文化街 及大飞院四个码头乘船游览 新增的两条大型露天观光船 也加大运载频次 夜景游线路也增加至每半小时一般 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 端午少不了的杰令食品就是粽子 如何选购 而吃不完的粽子又该如何储藏呢 粽子的尖角容易刺破软包装 一旦破损 亦造成细菌侵入 从而引起粽子变质 因此购买时要注意观察包装袋 是否有破损漏气或仗带等现象 粽子含水较高容易酸败 如能在两三天内食用完 可放置在冰箱中冷藏 如要存放多日 移放入冷冻阁冻藏 真空包装的粽子开袋之后 同样需要及时冷藏或冻藏 粽子大多属于高糖高淀粉高能量的食物 食用时最好搭配一些蔬菜汤羹等 既均衡营养又有助于消化 当午节假期免不了走亲房友外出聚餐 舌尖上的浪费又出现了 在河北省邢台市区某酒楼 一楼和二楼分别在举办婚宴和满月宴酒席 入座十人的桌上摆了十几道菜 等到宴席结束 记者发现桌上剩下一堆菜 既然吃不完 为何不少点点菜呢 饭店的服务员告诉记者 拌婚宴客人一般都会选择六粮八热或六粮十热 都是十几个菜 内容丰富 也经常出现吃不完的现象 除了宴席 在饭店包间 一桌客人刚用完餐离开 桌上也留下了一堆剩菜 这是浙江湖州的一家餐厅的包厢 一桌五个人在吃饭 总共点了八个菜 消费了三百八十元 但在饭桌上记者发现 仅仅只有两个菜实现了光盘 桌上脸盆大小的酸菜鱼还剩了不少 另一盆馅菜基本上没有被冻过 服务员介绍 这桌菜至少浪费了一百元 会不会这些打包带走啊 不要啦 谁打包啊 他说剩两个素的谁要 在另一个包厢内 两个人点了五个菜 吃不掉的菜会不会打包带走啊 当时跟国家有名字 这个不会打包 打包了 没有消失啊 浪费在舌尖上 问题在观念里 为了所谓的面子 把好好的食物变成了垃圾 这样的面子其实并不光鲜 金云新闻举阵 网络热点视频 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生动的人和事 这位自来水管维修师傅修起水管来可以用奋不顾身来形容了 22号重庆万州有一个消防栓突然爆管了 大量的自来水喷涌而出 迎着喷出的水冲上前的就是自来水公司的王师傅 在几次用扳手尝试拧紧消防栓背过后 王师傅脱下鞋裤 二话没说 跳进应景 全身进入冷水 摸索水里的阀门 水阀最终被成功关闭 人们都为王师傅点赞 像这样敬业的劳动者 我们也要送上一份敬意 下面的几位医生护士这几天在网上比较红 18号晚上 一名因服用滴滴胃中毒的患者被送进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入院时该患者已经陷入昏迷 患者的抢救工作需要使用大量的阿托品解毒 情急之下 ICU值班医护人员集体出动与时间赛跑 一边抢救一边手掰装有阿托品的玻璃药瓶 经过近12个小时的奋战 直到次日早晨交班时 ICU的8名值班医护人员徒手掰了8000支药瓶 有的医生手指都被划伤 尊重岗位不辞辛苦 医护人员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已经下班的两位医生路上遇到了车祸伤员 同样发挥着白衣天使的职责 浙江海宁一名男子过班骂 现实被撞 嘴唇发紫并不断地抽搐 这两位路过的医生马上出手相救 轮流给受伤男子按压 在120赶到前 男子的大动脉搏动恢复 脸色也逐渐恢复 两名医生介绍 维持生命链的黄金4分钟非常重要 不论在不在岗 这都是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尊重 不过下面这位对生命的态度似乎就有点儿戏了 酒驾还想跑 碰到夜查民警 司机立刻乱了阵脚 民警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 在临近夜查港的位置忽然加速 立即上前将司机拦截下来 经民警检测 这位司机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对于自己之前突然加速的行为 司机表示自己由于紧张 错把油门当刹车了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 司机被处以罚款1500元 即12分 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且不论是不是想逃跑 单说喝了酒还驾车这一举动 本身就要坚决杜绝 老生常谈的酒驾问题 司机们都长点心吧 好来连线气象主播 您好 主持人您好 大家中午好 收冷空气影响 昨天夜间冀州保体出现雷震雨 其他大部分地区出现零星小雨 全时平均降水量为0.3毫米 单站最大流量出现在冀州的阳金庄镇为6.7毫米 到了今天 冷空气深入我市 偏东风持续吹拂 根据实况数据记录 上午9点 天津气象站的极大风速为每秒15.7米 阵风风力一度达到7级风的水平 预计今天下午天空阴晨 东风4-5级转3-4级 市区最高气温仅在26度左右 恰逢端午假期当中 建议安排外出活动的朋友们 注意做好防风的工作 到了夜间将有阵雨飘落 陆地上的风率逐步减弱 市区最低气温将降至19度上下 后半夜凉溢阵阵 明年白天 我是还会有阵性降雨出现 到了夜间 天气转为多云 市区气温在26到20度之间 全天感觉凉爽舒适 感谢收看 再见